浙江传媒学院赴美访问学者王明棉 在森林旅行期间因为长时间断网引发失联误会 目前本人已经正是安全 虚心之余再度引发舆论对中美电信基础设施差距的讨论 美国科技全球领先怎么会解决不好手机信号这个小问题呢 事实上第一手机信号覆盖率才是世界的常态 在全球大国中中国的手机信号覆盖率遥遥领先 目前全世界有600万座四系基站 其中中国有460万座美国有约30万座 中国人均四系基站拥有量是美国的2.5倍 为什么中国的基站这么多 这源自于自2003年开始的国色号系统工程孙孙通 孙孙通要求全国95%以上的偏远山区都必须有通信信号 且资费不得高于城镇地区 要知道这是一项反市场规律的政策 因为越是繁华地区电信建树和运营成本就越低 在偏远地区建基站注定是装赔本买卖 但是依靠着制度优势 三大运营商各自领取几千个行政村的任务 经过十多年的艰苦努力 村村通工程已经建设完毕 中国偏远农村的手机信号 比大多数欧美国家的首都都强 而美国的电信运营完全走市场化路线 政府无法给运营商下任务 原本的补救措施是 允许中国运营商承拦美国农村地区的通信任务 美国新政府抵制华为为什么连续三次给90天的缓期 华为建设的美国农村基站无人接手也是个重要原因 当前世界各国都在大力发展5G 而光纤是5G的核心基础 中国光纤入货率已经高达91% 而美国远远不及 这已经成为美国5G建设的死穴 其实美国有一个很好的选择 就是华为的5G微波 这是除光纤外最好的高速接触方式 很遗憾美国抵制华为也堵住了自身的发展道路 从全球范围看 电信业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 穷人打电话难上网慢 在西西社会中遭遇歧视 脱贫支付的难度更大了 联合国非常重视这一问题 提出电信权也是基本人权 国际电信联盟倡导与贫富无关的普遍服务 而中国电信业正是贯彻普遍服务最积极最有成效的国家 这是中国人权建设的一大亮点 8亿多中国农民享受到了高质量低价格的电信服务 这是人类通信史上的奇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